第一部 庄台 主演 张嘉义 演绎 该剧根据陈彦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庄台人的悲欢力和酸甜苦辣 以及古城西安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故事 47岁的刁大顺带领一群精壮汉子 在西安从事舞台演出的庄台工作 他们张台的既有本地琴枪剧团 也有各色歌舞演出 婚丧嫁娶的表演 因此也遭遇了五行八作 各色人等 无论他人怎么看待 但顺子他们始终认为 这是一份或艺术有关的工作 尽心尽责 吃苦耐劳 并最终随琴枪团进进会演大获成功 而人到中年 前妻所生的泼辣任性的长女局 无血缘关系的乖巧的二面而眉 飘到一厢半生的大哥刁大军和生命中 忽然出现到女人蔡素芬交织在她搭台 下灯 布光 着香道 忙碌生活中 普拉酸甜 鲜活热闹 随着女儿们的各自成家 张台队员也人去人来 所居住的城中村又一次传来交要拆迁的消息 生活在继续 唯一不变的是顺子们做人做事的责任和担当 第二部金熙和熙主演 孙怡 金汉 这部金熙和熙真的是为数不多 能让鸡鸡看下去的言情剧 平常见不得电视里情情爱爱的 这部还算甜而不腻了 而且这部剧出彩的地方 还是在演员对于角色的塑造 就比如我最喜欢力热热角色呢 感觉这个女孩子看着就感觉好舒服 能让人心情瞬间安稳下来的那种 特别温柔 对冯夕的感情也很深的样子 非常吸引观众眼球 令人有追剧欲望 第三部换脸主演 周一为 袁珊珊 讲的一个平民肿容医生 被人画了一张 背着人命案的黑帮小头目的脸 被警察追 被黑帮黑吃黑的故事 悬疑加惊悚加喜剧加科幻加恋爱 一开始有很多坑 后来填了一些 反转非常多 而且剧情有悬疑有幽默 幽默的氛围会让观众放松下来 不会那么紧张 该悬疑氛围的地方也少不了 全员演技在线 有点美剧的意思 可惜看的人不多 后期反转应该会越来越多吧 整体来说不错的剧 宣传太少了吧 第四部《星宅猎人》主演 侯明浩 刘东庆 这个真的值得看 悬疑加冒险 剧情不拖沓 一环扣一环的 冯小刚监制的剧《环都》挺不错的 演员表演在线 几位年轻主演 虽然没有非常纯熟 但是总体 不掉线 不会有尴尬的演技 让人不是影响看剧感受 主线剧情铺垫挺多的 都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分析幕后黑手是谁的过程也很有趣 另外 特效不错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逼真感受 非常良心 喜欢学艺冒险题材的朋友们 值得一看 第五部 青世锦铃古语来主演 荷花 王润泽 俩主演显得棒 颜值高 演技也不拖后腿 尤其是女主 人生表现更加分 皇家兄弟俩都挺逗 自要配角一帮群众脸 没想到竟然都演得好好 一点不让人出戏 看得出来反派演得挺用心 但闹心戏份多 真是不让人待见 特效不服演 是不花了银子用心制作的剧 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打开看看 发现剧情发展还不错 然后就越看越上套 这个一天终于一集不落的都看完了 好过瘾